Hello 現在已經完結了 有沒有一些完結後遺症發生呢? 很掛念這個表演 很多朋友 曾經在這個表演的朋友 都有一些 有些思念病 大家都還未放得下 而且 始終差不多整個月 做了一個表演 大家都儲了一份感情 我記得 我們去唱卡拉OK 卡拉OK又吃雞煲 我覺得每一格雞 大家都是聯繫著 大家都有感情 然後每個監製 很多監製都來了 跟我們一起慶功 每個監製都叫他唱一首歌 很好聽 那你是不是最後唱到思覺失調 沒有唱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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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已經唱了很多晚了 那我就覺得 順量都不要再唱了 是 那個漫長的看 看別人跳舞 唱歌都很開心 嗯 那之後就開始吃行李 日本充電大計 是不是 其實都沒有 差很多 幾天 那要去哪個地區呢? 日本 不用問到這麼細節 攝谷 哈哈 Cosplay 是啊 哈哈 那這次是不是也是特地帶著媽媽一起去 散散心 是啊 大家都 可以 吃點東西 那又 主要都是 大家 相聚的時間 多一點 可以爭取 嗯嗯 但媽媽的身體如何? 這陣子沒有那麼累 要休息多一點 因為始終 我開場的時候 她就天天來看我 那她不夠我 戰鬥力強的 是吧 那變了她就瘦了一點 那 是的 我希望她 儲回肥一點 然後就 可以精精神神的一起去旅行 嗯 那開場就她照料你 現在旅行就你照料她 全正 一定 那放在我身上 那放在我身上 我們這些做小的 一定 幫她們揹小袋上身 然後就 沾茶地水 那些一定做的 是不是 是啊 Joey 難得真是可以放假呢 你最愛的兩浸浸兩水生日 過了 那你已經慶祝了 我正在做Soho 那後補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一定要 等你 我掛念她 我懷疑她 她忘了我 是不是 寶寶仔 你是不是想像她 跟Yumiko那樣去沙灘 跟她玩衣 很想 我常常見到她 穿着Bikini 在沙灘 哪個 梁針針 路纜 Yumiko 然後露了肚腩仔出來 是 然後有一隻腳 我常常覺得 她踩着衣服會不會辣到她 這樣 然後我覺得她很忙 左手一個壺 右手一個扒 這樣 真的很有趣 那有沒有一個後果的 慶祝計劃給她 我會見她 我希望可以 下個禮拜 找點時間 去見一見她 掛念她 說回那班獎禮 這個既然是一個音樂盛事 當然少不了一班歌手 用Joey 抹著古具機現身 雖然Joey的Sidetrack演唱會 圓滿樂樂樂 但是她心情依然 嗨到爆 尤其難忘完Show之後 和一班工作人員 去唱K 吃雞布慶功 我覺得每一格 一塊雞 大家都是聯繫著 我很多監製都來了 和我們一起慶功 然後每個監製都叫她 唱一首歌 很好聽 是 那你是不是真的 最後唱到思覺失跳 我已經唱了很多 我慢了 我覺得順便不要再唱 你最愛的梁浸浸 兩歲生日 過了 那你已經慶祝了 是嗎 我正在做Soul 那是後補 所以有這個問題 一定要 希望可以下個星期 找些時間去見一見她 我掛念她 我懷疑她 她忘記了我 是不是 寶寶仔 你是不是想像她 跟Yumiko去沙灘和她玩衣 很想 我經常見到她 穿著Biini 露了一個小肚子出來 然後她的腳 我經常覺得 她踩著衣服會不會辣到她 然後我覺得她很忙 左手一個壁 右手一個扒 真的很有趣 探完梁浸浸 Joey很快又要飛 但這次終於不是去工作 而是跟家人去日本放假充電 但媽媽的身體怎樣 會不會好 這陣子沒有那麼累 要休息多一點 因為始終 我開展示的時候 她每天來看我 她不夠我的戰鬥力強 所以她就瘦了一點 我希望她儲肥一點 然後就可以精精神神一起去旅行 開展示就是她照料你 現在旅行就是你照料她 一定 幫她們揹起袋子上身 然後就浸茶遞水 一定要做 而機仔當晚就憑著一張 向哥哥張郭榮致敬的新碟 獲頒最佳專輯獎 機仔除了唱歌之外 還拍過不少影視作品 因而和台灣著名作家瓊搖結緣 剛剛完成Sidetrack演唱會的榮祖兒 這晚就以一身黑色吊帶群獻身 明艷照人 忙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難怪周一也說 想趕快放個假出去玩一下 現在我最重要的就是先休息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家庭 然後讓腦袋的所有的東西清理一下 然後就繼續的想一想 怎麼往下半年的努力 剛才說會休息 會不會都打算去一下旅行 休息就是去旅行 打線去哪 去日本 不是跟我家人 這一次 而機仔當晚就憑一張 向哥哥張國榮致敬的新專輯 貨班最佳專輯講 機仔除了唱歌厲害之外 他的服裝品牌也發展得有聲有色 好像早前的上海時裝周 機仔就身兼製作人 設計師以及時裝秀的監製 還特地請